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戈壁辽阔苍茫 带您领略大自然的神奇伟丽 系列节目《恨海骑虎》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在咱们国家有很多的古道 比如说辉航古道 秦陵古道 还有赫赫有名的茶马古道 北京的京西古道等等等等 这些古道不仅仅是连接山川和河流的道路 也是古代贸易和交通的重要通道 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腾格里沙漠当中 已有很多条古道 这些古道曾经是骆驼在沙漠腹地 一步步踏出的道路 这些骆驼载着来自沙漠深处的宝贵物资 穿越茫茫沙海 运往外界各地 干旱的西北沙漠当中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资源 需要如此大规模的运输呢 这与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阿拉善左旗隶属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贺兰山西路 在阿拉善左旗东北方的茫茫沙漠中 一条隐藏在沙生植物中间的蜿蜒小道 显得有些苍凉 这条道路虽已被汽车压出了车折印 然而在古代 这却是一条供骆驼行走的通道 这是可以说是千年的拖延古道 用骆驼拖用这个盐的 到灯口黄河边上的几个盐用盐的拖道 这个拖队 这个挖盐塞好了以后 装的那个骆驼毛质袋子 两个袋子几宫四百斤 然后就是用骆驼拖印以后 就形成这个拖延古道 用到黄河边上 然后做水落 就往全个各地 据向导介绍 眼前的蜿蜒小道 是专门用来运研的拖延古道 在腾格里沙漠中 这样的拖延古道 还有很多条 拖延古道起源于汉塘 繁华于明清 担负着运研通道的重要使命 到了近代 随着公路的开通 古老的沿道才逐渐沉寂 如今只剩下一些老物件 让人们可以铭记那段历史 这些 庄严的袋子 这个是庄严的袋子 对 这是用什么做的呢 拖毛 拖毛 相当于等于马袋 马袋 马袋 这个颜色是从天然的 没有任何染的颜色 能装200斤 200斤 不要看这么小 装起来可能装不行 这个是不是要比马袋要结实 结实 是吧 非常结实 拖毛的这个 这是拖毛装起的 这个 就相当于马鞍子 马鞍子 马鞍子 骆鞍子 对 是吧 嗯 这是拖毛制成的吗 这是拖毛装的 也拖毛啊 嗯 在浩瀚无垠的沙漠中 骆驼是当地人的沙漠之州 不仅担负着远程运输的任务 而且拖毛也是他们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 在阿拉扇左旗 陀具制作记忆传承已久 将骆驼身上自然脱落的绒毛 碾成线后 用简易的织基进行编织 最后再用陀线缝合 结实耐用的带子 就算制作完成 这些带子对在沙漠中行走的驼队来说 是主要的装载工具 除了粮食 水等旅途必需品 最重要的用途就是用来装盐 送盐的 一个人拿个十六个骆驼 早早五点钟起来黑黑的吧 八个人做的一个帐篷 六个人做的一个帐篷 哎 这里回去第二天就做 叮当 叮当 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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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 到处风到就来 就那么过 我们的多大风也得做 多大雪山也得做 这位已是冒蝶之念的牧民 告诉考察组 从十几岁起 他就开始拉着骆驼运延 曾经运延的驼队 大雪浩浩荡荡穿越茫茫沙海 江岩运出沙漠 它们在风沙中对抗着恶劣的自然环境 风灿露宿 这一条条在藤格丽沙漠中采出来的驼岩古道 见证着那段艰苦的岁月 老人告诉队员们 曾经一个驼队大约由七八个人组成 每人负责十几匹骆驼 这上百匹骆驼组成的队伍 常常一走就是十天半月 他们把盐运送到黄河边上 然后再带些生活用品返回沙漠 在藤格丽沙漠当中 这样的驼队还有很多 沙漠中的驼岩古道也不止一条 这就意味着这片荒凉的沙海之中 竟然蕴藏着丰富的岩资源 那么这些岩究竟产自哪里 它的储量又为何能够如此庞大的 藤格里沙漠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阿拉扇盟的东南部 西北隔亚布赖山与巴丹吉林沙漠相望 东北与乌兰布河沙漠相邻 南和西南深入到宁夏甘肃境内 是中国的第四大沙漠 这片广袤无垠的茫茫沙海 沙丘连续 黄沙漫漫 在干旱少雨的西北大漠中 由于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 因此沙漠中的一些湖泊 最后大多都变成了岩湖 其中的吉兰泰盐湖 是面积较大的盐湖之一 吉兰泰盐湖位于阿拉扇左期北部 这片曾经颇具规模的湖泊 如今已经完全干涸 椭圆形的湖盆中 覆盖着厚厚的盐碱 这些颜色发白的盐土 向着湖中心汇聚 呈现出一幅 犹如大树一样的壮美图画 看我们就踩在这个洁白的盐窍上面 看到吧 这个你看 你挂一下 你看 看这个都是 上面一层 这都是盐 白白的 我们现在站的位置 其实是以前吉兰泰盐湖的一个湖底 现在是这个水蒸发了 湖泊缩小了 而湖底的这些盐窍都已经接近覆盖的这个上面 接了一层厚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皮 那么这底下来你看软软的 那这一层呢其实就是以前的湖底的成缝 来到湖底的位置 考察组看到 吉兰泰盐湖的湖盆 已经覆盖了一层干裂的盐土 微小的盐结晶布满了盐土的表面 专家解释说 在遥远的地质时期 这里曾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古湖泊 后来随着地质运动的变化 周围的山体逐渐隆起 形成了吉兰泰盐湖的雏形 当时的湖泊还是淡水 然而由于这里地处干旱少雨的沙漠地带 蒸发量远大于补给量 湖水慢慢蒸发 最后湖面缩小 直至完全干涸 在湖泊萎缩的过程中 水中的矿物质 尤其是盐 最后都沉积在湖底 形成了厚层的盐窍 这层盐窍不仅为附近的生命提供了必要的生活所需 同时也造福了当地百姓 是难得可贵的自然资源 你看 这就是大块的一些盐 结晶的一些 你看 你看它这个面多光滑 看到吧 这就是一个盐的结晶了 也就是原盐 就是盐矿了 所以当地老下把它叫盐根 吉兰太盐湖开采历史十分悠久 起初在用盐需求量不是很大的时候 当地百姓直接在湖底挖去天然形成的盐晶体 用以生活所需 后来随着用盐需求的增大 为了可持续开采 逐渐把盐融成卤水 放到晒盐田里晒干后再提取盐结晶 在过去工业尚不发达的时期 附近的盐工直接在湖面上凿取盐洞 将底层的盐窍缠到表面后 经过多次洗涤 冲刷 慢慢把盐卤中的淤泥洗净 最后得到较为纯净的盐 到了后期 机械化设备的介入 使吉兰太盐湖成为附近规模最大的采盐厂 因盐湖中天然结晶而成的盐晶体 品质高 杂质少 得到人们的青睐 名声远扬 便用骆驼将开采的湖盐 运出沙漠 攻击全国各地 曾经由吉兰太盐湖出发 穿越沙漠的驼岩古道有多条 其中 至邓口的黄河古马头 以及银川 中卫 甘肃武威 往北至乌兰巴托这几条线路 是主要的运沿路线 驼岩古道不仅带动了贸易往来 而且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促进了文化的交融 遥想当年 驼铃生生 满载着胡言的驼队 穿行在沙海之中 他们用坚韧的毅力 换取美好的生活 历史的沧桑和古道的沉寂 不由地让人对那段艰苦的颂约充满了敬畏 沙漠中的这些古道 在古代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直至民国时期 伴随着胡言产业的发展 四通八达的驼山古道 构成了阿拉扇与外界沟通的主体框架 在政治 军事 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等方面 都发挥出很大的价值 考察组查阅资料之后得知 在滕格里沙漠当中 类似吉兰泰这样的盐湖还有很多 可以说这片沙漠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 那样一片荒芜 这些散落在其中的盐湖 是沙漠赐给当地人最宝贵的财富 那么在满世黄沙和盐湖的沙漠里 当地百姓是如何再次生存的呢 滕格里沙漠的水资源分布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老乡你好 你好 您就是住在这个地方的是吧 您就是当地的这个可以说牧民 对对对 这是一户生活在阿拉扇佐齐南部 茶汉池盐厂附近的牧民 据老乡介绍 他的祖祖辈辈都在这里靠采盐为生 茶汉池盐厂是滕格里沙漠南部 面积辈较大的一处盐湖 采盐的历史也十分久远 自然的馈赠养活了生活在附近的很多百姓 让队员们感到疑惑的是 生活在面积如此广阔的盐湖周围 当地百姓是如何获取淡水资源的呢 通过观察牧民家所处的地理位置 专家发现 虽然这户人家就住在盐厂附近 但这里的总体地理位置 仍处于赫兰山西路的冲击汕区域内 在之前的考察中 专家曾在这里发现了粗细层叠交错的沉积层 证明了这一区域内曾经的水文条件 也因此发现了赫兰山西路到腾戈里沙漠腹地 地下水由浅到深的分布规律 也就是说 在牧民家所在的位置 地下水位较浅 他们可以通过挖井取水的方式 来解决生活用水的问题 不仅如此 那么这些山上的这些山泉水 基岩练系水就从山前往下渗 那么山上是山地 慢慢过渡到了台地 过渡了一个红极帅冲击的一个倾斜平原 最后到我们这里是沙漠 整个一个由高到低 慢慢地貌演化的过程 其实它的地底下的水位 也是由高的地方 到地的地方就露出来了 所以这里地下水位还是比较高 而且水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的 专家解释说 腾格里沙漠东侧是横根南北 长达二百多千米的贺兰山 在贺兰山西路靠近腾格里沙漠的这一区域 山地 台地 平原 沙漠 依次排列 形成了渐变的地势 山中涵养的水分 会顺着地势 由高到低 慢慢向沙漠腹地渗流 这些地下水会储存在 由板岩 叶岩等不透水岩层 形成的隔水层中 当遇到裂系时 地下水上涌 形成涌泉 虽然有地下水的补给 然而 由于这里地处干旱的沙漠环境 再加上地下水受季节性降水影响比较大 因此沙漠中的一些类似吉兰钛 茶汗池等面积较大的湖泊 最后都变成了岩湖 但是 地下水出路的地方 供给附近百姓的日常饮用 却不成问题 如此看来 在腾格里沙漠中 干旱的沙丘下方 竟然储存着较为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这为附近的生命 提供了难得可贵的生存保障 虽然有在山沙的地下 你看 这个树栽上五六十年了 但是这个树不是我栽的 这个树 因此为了防风沙 这树 这树 我们经济栽的树 现在树树 杀树 像这种树树栽的好多 为了防风沙 反正从往也就是栽上一些树 大家风来了比较好一点 这个是我家种的木树 你们想 这个是节水 有人几少水 有人东西炸得好 老乡告诉队员们 他们将沙漠中的天然泳泉 顺若珍宝 每一滴淡水的利用 都要做到节约不浪费 当地人采用喷罐的方式 来浇灌菜地 并且 为了能在这里 更好地生存下去 他们在房前屋后 都会栽种一些树木 防止风沙侵袭 这些树木如同卫士一样 守护着百姓的家园 专家分析 有了地下水的出路 在沙漠中就意味着有了生命 不仅可以供人和动物饮用 而且还能栽种一些蔬菜 保证生活所需 同时 有了水源的存在 周围的植被会自然而然生长出来 生态会进行自我修复 从而改善周围的居住环境 整体来看 当地的百姓通过充分认识大自然 并逐渐掌握了一定的规律之后 在沙漠腹地进行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防风固沙 涵养水源 改善环境 形成了一片小范围的绿洲 充分展现了他们自己的生存智慧 继续考察 队员们了解到 正是因为沙丘下方蕴藏着 珍贵的地下水资源 腾格里沙漠中竟然孕育出了 几百个湖泊 这些湖泊由于受地下水 以及地表降水的影响 有的已经完全干渴 比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很多岩湖 有的纸巾还是绿意盎然 生机勃勃的淡水湖 这些湖泊的存在 犹如生命之州一般 是沙漠里众多生物的庇护所 那么在生态环境 相对脆弱的西北干旱地区 我们该如何对这些湖泊 进行合理的保护呢 对整个腾格里沙漠来说 人类又该怎样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去科学改善 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呢 在干旱的沙漠中 湖泊绿洲的存在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淡水是生命之源 湖泊周围的植物 从湖心到外围 有芦苇 玛兰花 沙枣树 沙蒿 岩角草等 这些植物喂鱼 鸟 羊 骆驼等 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 和适宜的盐分补充 除此之外 从大的范围来讲 人 湖 沙 植物 动物 在自然资源相对贫瘠的 腾格里沙漠中 要想相互之间 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 就得保护好湖泊湿地 地下水是干旱地区 最宝贵的自然资源 对腾格里沙漠中的 这些湖泊来说 认识地下水补给演化过程 以及合理有效保护地下水资源 是其中的重要环节 作为沙漠湖泊的近园补给区 涵养赫兰山西路的 山前洪基平原 是当地水利部门的 重点工作之一 这是我们贯区的水飞一体化 拐道接下去 从我们刚开始大水漫贯 到现在全区 实行了低盖全覆盖 这大大的节省了水方 作为地下水 向沙漠渗流的首摇位置 赫兰山西路的节水 在整个保护地下水的过程中 是关键一环 当地水利部门在这一区域 建立了节水智能监测系统 通过网络云平台 实时监测 合理计量 同时整个灌区的灌溉方式 也进行了改良 由从前的漫灌 改为微灌 极大节约了水资源 不仅如此 当地百姓 也自发调整耕种种类 大范围种植骨子等一类的节水作物 为改善生态环境 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对于生态保护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已将这一信念根植在心中 除了节水 河里的防风固沙 也是重要一环 黄沙万寝的阿拉善 以腾格里 乌兰布河 巴丹吉林为主的沙漠面积 位居全国前列 肆虐的风沙 遮天蔽日 会导致沙漠化趋势逐年加重 这对沙漠中的湖泊湿地来说 无疑是毁灭性的伤害 三大沙漠 甚至有要交汇的趋势 为了有效防风古沙 当地的林业工作者 几十年来 通过探索和努力 制定了适宜本地的飞波造林计划 国际学术界早有论断 在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的地区 不是以飞波造林 不是以飞波造林 阿拉扇左旗年降水量很少 通过通过选拨的地区 不断调整种子类别的地区 成为沙漠中的一个传奇 时至今日 这里的飞波依旧在创造着新的可能 在阿拉扇左旗的地区 仍然存在着高大的流动沙丘 这些沙丘让飞波种子难以附着 相比平缓的沙地更难见到成效 为此大家决定用草方阁来节流飞波种子 一旦成功将会让更多的沙漠得到绿化 如今阿拉扇左旗的飞波造林 已让当地植被面积扩大了数倍 两大沙漠边缘形成的数百千米飞波林带 已让扩张的沙漠得到遏制 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绿带锁黄龙 长期的生态治理 不仅间接保护了沙漠腹地的湖泊绿洲 同时也改善了这一区域的环境 一代代人在肆虐的黄沙中上下求索 建立自然保护区划定生态红线 科学开展生态修复与治理 从改善生态环境到丰富生物多样性 环环相扣 建立起了山水林田湖草沙 动物和人核心相处 有机共生相互依存的生态理念 他们在这片茫茫沙海中 不断创造着绿色的希望 创造着新的奇迹 湖泊是重要的国土资源 对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调节区域气候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湖泊及其流域 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场所 由于湖泊本身对环境变化响应敏感 是地球各圈层之间相互作用的连接点 在人与自然这一复杂的系统当中 人类为维持区域生态系统的平衡 该做出哪些科学合理的应对 是值得展开深入研究的重点课题 相信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之下 腾格丽沙漠将会出现更多的旅筹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